注意看,Happy和搜神又打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搜音开了个加速 哇,七个自爆蝙蝠往前冲 能撞到不,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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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哇,继续撞继续撞 哇,这一波,Happy的战争有点高 继续撞,天轨几乎撞完 看一下Happy这一局还能不能打成功呢 欢迎大家收看,搜音再战Happy 希望大家喜欢 平穷玩数量近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关注的比赛 由搜音大战Happy 没错,这两人又打起来了 27号,搜音刚刚4比1 击败Happy登上王座 那28号,双方再一次在另外一个比赛中相应 好,那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发挥 地图选择的是TH,潮汐猎人 出身在地图右下角 是蓝色的兽足ID搜音 不对,叫搜神 4比1几百Happy 这世间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搜音,我宣布成为搜神了 好,那看一下本场对抗搜音 还是选择剑胜 打法的话不出意外啊 还是飞龙 好,那我们看一下Happy Happy的话,27号失败之后 我们看一下28号 有没有总结什么经验啊 Happy的话,从战术来看 暂时没什么变化 还是选择DK 那有可能是Happy觉得自己有一些小细节没做好 是吧,方向 战术的大方向 没有什么问题 好,双方看一句的话 战术没有什么变化 都对自己的战术非常自信 对于搜影来说 没必要赶 反正都赢了 这战术肯定要进行 Happy这一边 对自己还是很自信啊 虽然说前一天被4比1 打得真的是招架不住 但这一次Happy 我们看看是不是卷土重来啊 好,小四身侦查完毕 回家报告老大 对手的战术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好,Happy的话开局 我们看一看是选择练极呢 还是选择骚扰 那练极肯定练 就看练哪个点位了 这个点位往哪边走啊 好,是练分矿 所以这边过来一看 没有看见 哦,Happy直接是练分矿 好,家里的话 暂时没有去升冰塔 见身一看 嘿,这没有冰塔 可以过来杀怒民啦 好,一边就去 一刀下去 再来一刀 哎呦 这剑身的名字非常的吉利啊 卡金德 反过来就是德金卡 嗯,剑身的名字啊 说实话 这个风水你得信 是吧 好,看一下 这边的话 Happy把分矿给练完 DK的话过来抓 开局DK一个加5的攻击之爪 乌鸦还没有出 已经小喜喜了 开局一个公爪 贼舒服 啊,剑身的话 乱砍几刀 Happy一看 诶,剑身也就这两下子啊 直接是升本了 好 剑身在没有冰塔的时候 都没有杀到 诶诶诶诶 这一波 剑身又杀了个回马 敲 哦呦 Happy要取消了吧 哦,刚才有一个农民 可以 因为那个侦查的农民回来了 所以不用再补农民 哦呦 超好一点就要退本了 OK,这一波Happy 有惊无险 还是把剑身给打跑了 剑身的话杀了一个小农民 25点经验值 DK的魔法值也用的差不多了啊 马上要升到二级 那剑身还在骚扰 剑身不必赚多少东西 尽量拖延一下Happy练几的节奏就可以 Happy表示这个节奏不能断 好,继续练 DK的话 哦呦 有一个公爪 这开局又是两个公爪啊 乌妖笑嘻嘻 剑身 终于终于抢到一个野怪了 买了一个贵族头环 果然有装备之后就不一样 好,这个巨人剑身还想抢一抢 但是剑身现在没有什么蓝 哎,别抢了 好,DK拿下 这一波拼完之后 Happy是26人口 Soing这边是17人口 哦,二本生好 只跳三本 这边马上要放这边的一个兽篮了 Soing的科技进度还是快啊 剑身继续骚扰 那剑身骚扰的话不要练战啊 剑好就收 不要太贪 太贪很容易把自己给打回去 打回去的话你就限制不了DK了 好,DK又打了一个治理加三 目前来看DK的装备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Soing这边我们看看装备的话 药膏还有一个可以贴一贴 DK就等你贴药膏啊 贴完药膏给你打断 好,你不贴 那我不追了 这边Happy继续练 Happy表示这一局的练级节奏比较舒服 哎,要不根据以前的节奏练三吧 最近几局的话练三非常的难 那这一次有机会练到三 二点六级现在 剑身又回来了 Happy很细啊 撒一下粉 好,海龟倒下 所以还有一个小海龟剑身 抢,抢了个骷髅 Happy不给你经验值 现在剑身一点五级 DK二点九级 Soing这边二英雄小Y已经往这边过来了 不过骷髅也是侦查到了 所以Happy见好就收 先撤先撤 这小Y刚出来还是有点凶的啊 好,残血的小狗拉回去 DK的状态现在还不错 不至于被秒掉 那过去看看能不能抓一下对手练级 现在兽族二英雄出来之后 肯定是要去练级的 骷髅侦查到 Happy的侦查真的是啊 毫无死角 毫无侦查到在这里练级 DK赶过来了不 DK上来 这边骷髅 哇,小狗双线练级 就想把DK整到三 DK马上到三 好,小Y一个遍 双一级打一个二级的DK 马上要升到三级了 这边三级能练不 活,练不动了 那就不练了吧 这两条小狗也是命运多创啊 练成这样 好,DK现在差八点经验值 那还是先撤一撤 乌鸟的话 还有一小半时间才能出来 那先撤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等飞龙啦 好,一个飞龙出来 第二个飞龙出来 家里的话 再补一点地洞吧 飞龙起来 后面三本之后 生一个毒飞龙 毒飞龙生好之后呢 可以开始打牵制 实不实际 欧魂家里杀杀农民 然后绕几圈 把分框开出来 这个节奏就舒服了 好,所以金光一闪 升到了二级 这一边DK 嘿,终于到三级了 不容易啊 到三级之后 乌妖出来 那这一级的话 Happy应该不会投铁了吧 三英雄应该要炼金术 是不会再用小黑了 前几句用小黑 效果确实非常的差啊 好 小Y状态不好 来来来 现在的话 把自己旁边的点练一练 毒已经开始升级了 Happy 比较的保守 现在对手有飞龙 自己等天鬼啊 天鬼数量起来 再跟对手拼 这一句的话 Happy还是选择出天鬼毁灭来打 没有出蜘蛛 诶,骷髅过来一看 看看什么情况 好,对手的飞龙 已经出具规模 出具规模啊 不能硬上 那这个时候 四汪一掐指一算 对手的话 应该也要出空军了 赶紧出自爆 好 这个时候呢 练级千万不能断 先把这俩英雄 练到三级再说 Happy这边 也是在疯狂的练 如果要高出来 就双弓着 你就舒不舒服 好,一发弄瓦 我记得蓝胖子 看看搞个大雪 还是大蓝 当然也有可能抽蓝棒啊 来 收掉 逼逼 嘿,还真是抽蓝棒 那现在天轨的数量 这边是两个 那边的话 四个飞龙 一个自爆 好,三英雄 Happy 还是被搜影打服了 我再也不出黑暗游侠了 还是出炼金术士 老老实实 出炼金术士 来,那这边 搜影这边的话 炼 健身2.89 哎呦 Happy抓了过来 赶紧走 健身的状态 说实话不是特别好 幸好DK走得怪 后面的部队没有跟上 上来 想杀空军 空军的话上住 这边走 Happy 这边暂时没有阴影 健身问题不大 跑加了一些 你敢进来 你一进来 我做完个地东 这个防守还是比较给力的 哦呦 苏伊想反杀 想反杀DK 贴了一个枷锁 这一波非常凶 但是吃了个血瓶 吃了个血瓶 抽了一个篮 好吧 苏伊这边往后撤一下 这里第一时间 还是要先把对方的一个 空军给解决一下 完了 飞龙点射好几次 没有点掉 Happy 哦呦 这一局 Happy的状态确实 非常的不错啊 拉扯相当的冷静 NC 哇 你回到家了 照样秒掉 好自爆 终于要出了 自爆的数量 刚才太少了 当着你的面 把你家的小歪给干掉 飞龙 又倒下一个 Happy 这一波很凶 哦 Happy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之后 确实不一样了啊 不一样了 打得非常的凶 关键是也冷静 没有上头 好 健身过来结冰啊 确实现在健身正面打不过 那我中间截你一点兵 哎 截完兵就要去跑一跑家 可以 所以也是很冷静 没有盲目上头 也没有投降 而选择继续找机会 来 这个盒子解决掉 哎呦 乌妖一方弄完给你的飞龙减减速 健身身上暂时没有加速卷轴 哎呦 飞龙飞龙 一丝而选 赶紧跑赶紧跑 这一波的话 乌妖 嗯 乌妖看起来很凶 来 上树 健身回家 不就不状态 现在 Happy家里有一个冰塔 天鬼跟过去不 天鬼的数量太少了 要三个以上 才最好跟他打 现在太少 不好了还好弄 好 看见飞龙往自己家跑过来 那就别Happy的话 继续升塔 这一局Happy 打得比较的冷静 一发C 呜 这个飞龙一色血 能点到不 还有 天鬼好 直接吃掉 那另外一边 健身的话 等一下小歪 小歪有个蓝牌 可惜小歪没有到三级 还得整一整 把小歪整到三再说 三级小歪 后面治疗给力 DK斧球 嗯 细节啊 打飞龙的话 斧球不要给巫妖给DK 只要三熊都能对空 这一局Happy 打得冷静 好 所以这一边的话继续练 练到三 呜呜呜呜 飞龙小心 这边一路跟了过来 好 你飞龙走 那我把你的点给练了 744 直接练 现在人口啊 别看Happy 打那么凶 Happy人口刚才才38 这边是48 所以高了 交近10人口 但10人口 这优势还是不够大 所以他得继续练 关键是小歪得到三 然后呢 攻飞龙的攻防 最好能提一提啊 Happy 这一局我们看看 练金术士 升到了二级 无妖 两级 DK三级 马上到四 现在Happy 打的还是比较的冷静一点 毁灭 有了 毁灭非常的硬啊 双方暂时的话 暂时都没有开矿 打了11分钟 还没有开矿 好 打了一个治疗守卫 舒服 那治疗守卫打到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要练出来 九级石头人 好 苏印的话 直接过来练了 来 九级石头人 我练 我再练练练 看看能不能搞个加十二的工作 出来把剑胜给武装起来 我这里练起来要非常小心啊 这边空军单位 面对这个石头人的攻击 吊血 那叫一个快 好 剑胜 打了个勇气勋章 智力 力量 提高五点 这装备的话 可以剑胜来说 倒是一般般啊 好 想开矿 结果呢 狗子过来了 Happy这一局的侦察 确实无死角 哦呦 狗子生好的狂狗 跑得非常的快 好剑胜开了个急 风 不 哎呦 他以为能毒死他 结果呢 输出还是少了一点点 非龙是毒不死的 要英雄才能毒死 好吧 小白双线练级 终于是胜到三级 这边敏书给剑胜吃是吧 哦呦 Happy抓了过来 要小心 45 50人口 双方人口的话 Happy已经反超了 分框 想开 一时半会确实开不出来 Happy的话盯得比较紧 好 剑胜 敏书一吃 所以还是记住了啊 这边还有本书 读一读 是吧 好 小Y马上到四级 这边Happy的话 倒是不着急啊 已经开始开矿了 Happy已经开始从长计议 嗯 感觉自从被四比一之后 Happy打的还是思考的比较的多 是吧 不能够冲动 该忍的时候 确实也要忍 这也是非龙的战术 是吧 能忍 能屈能伸 方为大丈夫 Happy表示 我学到了啊 好 健身过来看一下 对手有没有去开矿 这个点侦查 没有 那这个点一看 哎呦 走过去不 哦 没有走过去 在练几 小Y这边 健身不在 哎呦 Happy过来了 这边走 那 所以没有看见 Happy的分框 小Y要小心 走走走走走走 无妖的话 这个英雄还是比较的可怕啊 健身在后面 哎 砍几个盒子 可以 你追我那边不对 我这边抓你一个盒子 哎 这个健身 那玩的就相当灵动了 哎哎哎 健身往哪里走啊 往哪里走 小Y哎呦 赶紧治疗 哪一口 健身竟然没有往这边走啊 差点就被带走了 好 Happy这边有阴影了 有了阴影 那兽族 再想跑家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了 现在Happy出了两个阴影 这也是Happy的一个标配啊 一个阴影的话 跟着自己 一个阴影呢 跟着对手 好 现在SOY48人口 Happy 哎 Happy51人口 这个人口有点尴尬 开矿了 开矿了 那人口破一破啊 也没事 是吧 就是51卡了 稍微的有点尴尬 你好歹碰得 搞到他60啊 好 Happy 自己开了矿 那对方的分框 也是非常的关注啊 SOY这一波 咋弄呢 想跑家 有阴影在 分框的话 哎 也有阴影 被盯得有点严实 好 那就继续练吧 再把点练一练 看能不能把剑胜 搞到他5级 5级之后 团战疯狂暴击 Happy很稳啊 一直在守自己的这个分框 来来来 先把冰塔升好 是吧 再走 是不是 哇 Happy真的是 进化了 进化了啊 咱不能说成长 咱要说进化了 Happy 现在又进化了 打得非常的冷静 该松的时候怂 嗯 好 等了半天 发现对手暂时没有过来进攻 阴影也抓到了对手的一个目标 好好跟过来了 59 50 Happy 领先10人口 SOY这一边的话 打得要小心一点 哦 SOY这边想开框 Happy表示 这个不能忍啊 那分框开不出来 Happy都刷双框运营 这越打下去 SOY再龜缩下气 好像也没有什么未来啊 关键别人双框 好 连金术是三级 这边要抓这边的空军 抓得到不 健身 哦 健身倒是这个时候抽了一个空 可以去搞一下对手的农民 对手分框没有冰塔 家里的话有建筑学 可以守一守 有小外在 想强势杀我飞龙 还是有点难的 该买的道具买好啊 这边的商店要被拆了 健身过来砍农民 那我现在是有电球的 操作起来对手没有那么爽了 刚才一级的时候 健身没有电球 确实Happy能够通过操作 疯狂拉扯这边的小师生 现在拉扯不动了 好 健身砍掉两个小农民 三个小农民砍了三个 Happy大部队回房 那回房之后呢 小Y是不是就可以出门了 这边阴影也是一直跟着 健身已经砍到4.7级了 这一局健身也是有机会 搞到他五级六级啊 无敌 两个智力加三 相当于一个魁靴 可以 这个健身的装备还是可以啊 不会太差 也不是特别的好 非常可以 优越之剑 卖掉换了一本群补 那Happy呢 继续啊 阴影跟着你的大部队 看看你有所行动不 哦呦 Happy数了一下 1234567 哇 七个自爆 那这一波Happy能上吗 工房先提一提啊 一工一房 没有买群房 买的是群补 好 Happy觉得还是可以上 现在自己双块硬营 经济的话领先的差不多了 搜影这一边的话 800多块钱好 报兵了啊 报了61人口 Happy63人口 这边 小Y已经买好了迷你基地 搜影想开矿 结果Happy直接过你分过来了 那这一波要打了 要打了 要打了 迷你基地买好 这一时半会开不了矿 好 阴影跟着小Y 这里想开这边吧 Happy上了不 好 这边自爆分开来 来来来 双方战士相应 6563 自爆往前冲 Happy这一波 能不能把这边的自爆给解决一下 哟哟哟 自爆优先撞一下对方的一个天鬼 好 天鬼 哇 天鬼全部清理掉 那只有两个毁灭了 飞龙飞龙 我有飞龙被乌妖 还有这个炼金术士搞得也是有点小害怕 飞龙再把对方的一个毁灭给解决掉不 毁灭的话往后面撤一下 这边炼金术士加乌妖 这两英雄对空能力有点强 建设疯狂的砍DK 好 DK撑不住了 交了一个回程 这边两个毁灭 临走之前解决掉一个 还有一个跑回去了 哇 这个跑回去了 不容易 好 这一波搜银主要是自爆撞得不错 把天鬼全部撞完 虽然这一波团战打赢了 但是搜银现在好 把分矿给开出来 看看能不能把经济给搞起来 Happy的话 这个双矿比你领先的多得多 这边默认是多少 一万零五百 这边的话 哇 已经踩了两三千块钱了 搜银分矿开好 赶紧踩钱 赶紧踩钱 那Happy 同样阴影又侦查到了 哦 这边分矿有动静 好Happy 继续上 继续上 Happy的话 刚才的天鬼已经死的有点多 现在两个天鬼 马上会四个天鬼了 五级剑圣 有点凶哦 DK C一下 还是反上剑圣 好 先C回来 三个盒子啊 随时可以飘 那搜银这边的自爆 这个数量不一定跟得上 主要是刚才是单矿 这个经济有点拼不过来 Happy 家里的话 狗子也拉过来好 Happy 一波全拉过来了 Happy还是很会找这个局势的一个timing点 毁灭 继续飘吧 两个盒子 三个盒子 狗子也拉了过来 DK的话 买了个幻象 我Happy很细啊 来 前面混两个假的 两个假的石像鬼 看看能不能骗到两个自爆 来了 Happy 66人口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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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的话 Soying只有三个自爆 完了 只有三个自爆 不像刚才有七个自爆 好 小股公先撤先撤 Soying表示 我刚登上王位 这不能一天就被你打下来了呀 看看能不能撑住 来 见面往前冲 呜呜 空军被挪瓦一下 流算炸弹一人 这边飞龙直接快掉了一半的血了 不要 天鬼数量太多 那飞龙打不过打不过 没有自爆了 飞龙打天鬼打不过 没有自爆 没有办法 小Y质量 哪一口 后面的话 输出打得非常的猛 健身 看到不能找机会 把对方的英雄给切一切 切不动 毁灭天鬼 非常的多 飞龙打不过 Soying打出 GG 我们恭喜Happy 复仇的第一步成功啊 第一局 Happy 一比零 拿下